今天最熱的政治話題 臉書洗版 痛批太陽花學運成就了你 你卻跟蔡正元道歉 眼看爭議延燒 蔡正元緊急澄清 柯文哲的道歉 並非為了太陽花 是為了別的政治事件 黃珊珊也在臉書澄清 從未為了太陽花 跟任何人道歉 勤勿以而傳而 柯文哲2014年 被太陽花學運浪潮 推出政治聲浪 如今要問頂總統大位 都要再檢視 有沒有背棄當年的自己 太陽花學運道歉這回事 但確實請教了蔡正元 當年學運反對的服貿協議 柯文哲在6月 拋出討論重啟服貿話題 引爆爭議 10月跟反太陽花學運大將 蔡正元見面 又請教了服貿問題 9年前 她力挺太陽花學運 參與靜座公聽會 相當活躍 直指服貿有問題 柯文哲的表態 讓她得到廣大年輕人支持 年底順利選向台北市長 開啟政治之路 現在態度疲變 和當年反太陽花的大將 蔡正元跟邱毅同一陣線 柯文哲藉由太陽花的聲勢 站上浪頭 如今跟當年 對立的正義兄弟成為盟友 替核心價值是什麼的疑問 再加疑 好柯文哲對這個反應說 不要再抹黑我了 他還說什麼 哇你看這個 陳志涵這是被罵的人 他說哇慘 打磕打到沒東西好打 出現了正字通耳歌 他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影片我看過 這個柯文哲他說看過了 這不是我的用語 字幕上字絕對不是我的用語 我沒有使用這個字的習慣 他會說這個字 他會說這個字 這兩個字他不否認 但說他另外一個字 比較是外省人的用法 這個影片就是抹黑 那罵這些髒話 你說不是你的用語 那你平常 你身邊的人了解的 你的用語是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 不要人家反對就不敢了 有議員反對 這是 那你可不可以了解 我們私底下在講話 講得更難聽的都有 這個 人家人家私底下講話 也跟人家透露再拿去放 他來議會備詢 我跟你講 如果連議長都講了 我們還是拜託農委會 他也是不來 結果他不來 是我被沾在這裏面 你罵髒話喔 你罵髒話喔 什麼 你剛才有罵到髒話 這樣不好啊 你需要三年 好 那謝謝王立雄 後年服務指導 你如果不說我也會走得交 噗聲 特別預算不叫預算 會不算 借款算是收入 以外那一條 所以被換 每個人掛六千塊 我先用作一個字 哈哈哈哈 乍聽之下 確實很像 確實很像 一個動物有沒有 一個這麼可愛的動物 叫做草泥馬 聽清楚 那個動物叫做草泥馬 那麼 那麼 可是啊 他們的說法對不對 陳志涵的說法說 不是啦 是阿 草泥馬 環境 這是他們的說法 你要怎麼說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不過乍聽之下 確實很像 不過我問各位 在我們台語裡面 俗意語裡面 俗宴裡面對不對 後面這句 後面這句 叫做靠腰 靠腰就是肚子腰 有時候叫做 靠路邊走 對不對 靠北邊走 靠路邊走也可以 你是在說什麼小東西 對不對 我們都用文化的方式 避免NCC找麻煩 還要發錢 不然就要嗶嗶 對不對 我們都是用這種方式 來這個性光演繹就對了 你做一個政治人物 要選總統 動不動出口 就靠腰靠腰了 你要選總統 你可以想像這種人 動選中華民國 台灣的總統 花冰來的時候 靠腰靠腰 你可以相信嗎 反正外國人聽不懂 外國人聽不懂 他會翻譯啊 翻譯給他聽啊 你要怎麼翻譯 我問你要怎麼翻譯 我為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他這種人 武力別人 關係關係 誰會搞 肯定在家裡 搞 無辱別人說別人是搞 那是你們自己本身的 你們民眾黨會算 負責黨紀處分的一個 幹部 有夠幹 說人家是搞 因為 我蓋著我負責 那個白鑰對不對 白鑰 美人 龔豐怎麼說 太感 怎麼說 太感去處理就好了 美人 黃昀明是太感 他就是 他就替幫 連在香港的這個 算什麼 那麼 珍妮對不對 就起派了 批評 一大堆藝文記的 全部都批評就對了 他發現情況不對 趕快 趕快道歉 趕快 趕快轉向 這樣啊 他在無料扮人的時候 已經無料到關係關係 不是說你 說脫口而出 我愛說什麼就什麼 他個性就是說 我個性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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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們臺灣紀錄保持人 你只知道我夠很多韓粉跟科粉 這個字這麼貴 三一 對吧 三一 十二萬六千塊 不夠三一而已 你讓我等你繼續看看 我告訴你 形式要營不容易 我就贏了 我就贏了 那麼政治人物有時候 政治人物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他關係 關係了 好像 年輕人喜歡柯文哲 覺得很醜味 因為我們正常人不會這樣賣 你不可以人家賊 賊到六千塊在臺灣的政治人物 那是什麼 那是那種黑社會出身的 補幾個賓人 補兵 穿一個算是 回三二十幾天 木雞 木雞 那種人 我們覺得已經是 差不多一九九九年 以前的臺灣的政理人物 我們不覺得有人這樣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而且女士不爽 常常這樣 他在為什麼 他就說一個字的 就叫出來了 我說他們的臺灣的總統 可以這樣叫 難怪他們民眾黨變民眾黨 原來是物以類聚 為什麼 對不對 那一天他不是在大學的時候 學生問他問題嗎 他就跟我們說 這個還沒有官司 這個官司就還沒有成立 對不對 你評論什麼 那個3Q就做一個 3Q存佩 我覺得他做 我本來也想要做 結果先叫做戲 很簡單 對於已經起訴的 這個已經進入了司法的階段 對不對 我們要等候 對於判決的確定 要讓人家一個機會 他就是這種人 他就是這種人 三個月都可以說 我說坦白的 三個月都他對就對了 還有陳志涵紀念 你如果跳出來 替他做為事 你要說這樣 因為這句話不是對我們的 這句話是對陳志涵的 因為陳志涵那天 他們的新北市辦完蛋 陳志涵不會今天去訪問 他們新北市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所以不知道後面 賣這句話出來 這是賣你陳志涵的 陳志涵現在那個 林濤國民黨朱立倫愛將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 林濤叫陳志涵叫做 戰狼小姐姐 林濤叫陳志涵叫 分堂大哥哥 以後人家這樣問你 美女陳志涵 抱歉 麻煩你陳志涵打起來 你點去 你打起來 為什麼 你們黨主席就這樣美女 我說這樣 所以戰狼小姐姐 以後人家這樣美女 打起來 當作贏的就是這樣嘛 沒水準就是這樣 沒水準 沒水準 我們臺灣有什麼要農認 這種政治人物 還算臺灣的總統 他很有機會贏 他覺得他看好有一塊 就是他有底氣 來看一下潘俊玲 他以前的隨身攝影師 他說很多人傳這段VCR給他 罵這個罵這個 他說他不意外 因為柯文哲的眼中 沒有團隊 常常在演講當中他提到 他是一個人走出臺大 一個人打敗國民黨 只帶一個人進臺北市政府 在他眼中 所有曾經包括他輔選的人 都不是人 隨時可以帶在別人身上往上爬 所有人都只是墊腳石 可歌可泣 所以大學長提醒這個陳志涵一件事情 記得自保 那麼昨天這個張宜善也在我們節目講 他沒錯 他也被罵過狗 因為他是資深流浪狗 當初幫助柯文哲選上市長的人 都被柯文哲說 哎呀這個團隊就是流浪狗嘛 那個流浪過來那個人會被抓 所以他一個人帶著大家走進了市政府 真的嗎 這個選上市政府 都他一個人的事情嗎 民進黨沒有扮演一點角色嗎 如果接下來 真的讓他走進總統府 國民黨又會被他說成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災難 我先講了 第一時間他這個七字化 這個出來之後 當然大家都很訝異 覺得說這到底是不是髒話 所以我第一時間有去打給他 跟他旁邊這個比較資深的一個幕僚 我又問他啦 那這個幕僚當時有幫他還家 他說呢 柯文哲以他平常的這個個性 因為他還是本省人 他比較不會去罵這個外省 因為你前面那個 哇哩咧什麼什麼的 這個是比較外省的罵法 他說柯文哲比較不會這種外省的罵法 那後面剛剛講那個什麼什麼妖的 那個叫本省罵法 他確實是比較常掛在嘴巴上 那我覺得說陳志涵你就用這種方式 就說這個柯文哲比較不會外省罵法 那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 可是他用了一種 這個叫做掩耳盜鈴 還是說做賊心虛的做法 你看喔 那個這件事情為什麼引發熱論 是在柯文哲 剛剛瑞德哥講嘛 是在一個新莊的禁總開幕的時候 因為他忘了邀請新北市唯一的一個提名的候選人 叫做李友宜 他忘了找陳志涵忘了找他來 所以柯文哲才會開始標罵這些話 那這個網友耳朵很尖 因為在直播討論的好熱烈喔 大家都想說什麼收音師唧唧啦 然後就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當然也有去支持他說阿伯好真誠喔 什麼什麼的 這討論的很熱烈 蛤是叫阿伯好真誠喔 因為柯文哲一定覺得阿伯真誠 這個講話好自然 但我覺得你分析到這邊 我覺得有可能這整句話 都是柯文哲講的 因為他現在往森蘭走 他吃錢往綠的走之後 就講台灣的幹話 漫到外省槍 對 漫到外省槍 有可能喔 慧民 你有重點喔 好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你在討論很熱烈的時候 突然這個民眾黨最後就把這個直播 改成設定為不公開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有點作賊心虛嗎 那如果說現在民眾黨 一直強調說這個不是髒話 這不是髒話 那不是髒話你就公開就好啦 你幹嘛還要變成不公拍 然後這影片還要把它 還沒有到下架程度啦 但你設為不公開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裡面就是有貓膩 就是有鬼嘛 不然大家可以用這個影片 好好來檢視說 你到底是不是髒話啦 好 那回過頭來 就是我還是覺得 這是一個人設的問題喔 那坦白講 如果說今天 因為我自己是兩個小孩的媽媽嘛 我小孩如果在家裡 給我講這七字經 哇哩咧什麼什麼 那如果我罵我小孩 就我小孩嗆我說 啊我們總統都說這樣啊 那你要說我怎麼教小孩咧 所以我就是說 大家對於政治人物的要求 還是會有一個標準在啦 就是說你如果你是教授 或是你是平常人 你當然這種髒話不離口 那是你自己的家教問題 可是你如果今天要做總統的話 當然大家對你的要求會比較高 那我還要講一點啦 就是說我有去問那個幕僚 就是說因為我們之前跑柯文哲 柯文哲愛罵人 這是真的 因為他個性比較急喔 他常常就會比較標罵 甚至有一次還拿東西 就直接往那個教育局長的身上 就是差點丟到他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是他休養的問題 可是他罵人喔 他其實這個罵這種國罵喔 比較大家覺得沒有那麼恐怖 他恐怖的是說 他常常就是不帶張智的罵 這個會比較恐怖 譬如說他很喜歡看三國演藝啦 或是看一些宮廷劇啦 他常常最常罵的就是會自比成自己是正 他說正要不是明朝的萬利皇帝 意思就是說自己不是昏庸啊 你不用拿這自己來呼嚨我 可是你知道這種 為什麼讓人家覺得很煩的是說 好像你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在你旁邊的人工作 不是太監工女 要不要就是狗 像剛剛易三哥講的嘛 他覺得說 他常常被人家 被他老闆貶低成狗這樣 那就是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跟你工作不是那麼的舒服 雖然你是我老闆沒錯 但是你一直老是覺得我是正 然後你把大家比成太監工女 那你會覺得說 跟他共識的人 有被尊重的感覺嗎 那我還是覺得啦 就是說政治人物 還是要有一定的這個標準在